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人川亚运会乒乓球 男子团体半决赛 第三回合的单打师张继科 对村松熊斗 那么今天上午开始 男女单打第一轮 包括后双的比赛已经开始 另外投资主来自山东 世界排名第四位 1988年生身身高1米78 交球选手出生身高1米80 我刚才呢 也给大家留了个悬念 就是村松熊斗 这个选手确实是一位 极有特色 特点的场次当中啊 他是第一次 打这个团体的半决赛 那么人这场比赛 的确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刚才啊 在我右侧 我们中央电视台评 也是萧球打法的选手 他笑着 一直在 他非常期待的 在看这个今天 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的 萧球类的打法 选手 可以说在场上略显胆怯 因为萧球啊 他就不能有一惧怕的地方 因为他总是出于防守的状态 所以看看接下来的 他的表现 反手的这玩意拉 这个动作很超越 风球 这个 的进度 随着双方的对场地 对对方球路的一些 适应 这个对萧球啊 会越来越有利 季科呢 在第一局的比赛 就是感觉到他对对方的 这个旋转的把握 就特别的准确 这球他的出手会异常坚定 发球的是日本的 森松熊斗 森松熊斗啊 这些运动员啊 他很适合打萧球这个打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赛他能够跨得过去 当然说各载的人 也不是说不能打萧球 只是他照顾面积小 练的时候 这个步伐要练得更多 所以有很多优秀运动员的 他能控制旋转 他不是很怕 对方的弧圈 加转 就不吃旋转 这个后面的几局 所以我想张继科应该 拉锯战 但同时也要做拉锯战的准备 因为对方随着越来越 适应旋转之后 可能不会像第一局那么轻松 这边看好 的 的 交出下旋 还是比较惧怕张继科的 一些科能不能很好的把握 这种感受大不一样 很多的报道 那个报道上面也说了一些 樊振东是在情理之中的 也是有很多必然的因素 中核心运动会 他对每个运动员的这种 我想如果能够及时的调整状态 投入到下面的比赛当中去 这个我觉得决赛樊振东 我相信樊振东还会积极的请站 希望能够上决赛 希望能够上决赛 缠 肖球 会越来越让你感觉到吃力 好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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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是让对手看不到的 就他有一个隐蔽动作 张继风呢在今年东京试风赛的时候呢 他之前一直排这个三单 三号单打 到了最后决赛和德国的时候呢 他自己也要求 然后排到了前两号单打 第四局8比2领先 第五局7号单打 第四局8号单打 第五局9号单打 第五局9号单打 第五局8号单打 好球 好的 这样张继柯 三比一 三比一的比分 战胜了春松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